我们讲的是有准备 有想法 有策略 还有一条懂政治 孔子懂政治吗 懂 这孔子晚年的时候 他有两个学生 一个叫子路 我们前面交代过 还有一个叫然有 然有的名字是然囚 智子有 所以尊称他 称他然有 他比孔子小29岁 这时候然有当什么呢 当季康子的宰 我们要知道当时大夫的家 不是我们现在这个家庭 这个家 他是一个领地 这个领地 如果发展得很大 是像个小国家的 也要有一个总理 或者我们叫他总经理 这就是宰 这个然有就当了季孙氏的宰 子孟儿也在季氏手下做事 这个季氏我们说过了 他是鲁国的大夫 而这个大夫的力量非常大 大到什么程度呢 大到他的势力比国军的势力还大 这不就有问题了吗 那国军就和这个大夫之间 他就会有矛盾 那作为这老板 他肯定不愿意下面的人 做得比他大嘛 那下面做大的 肯定是希望做得更大 自己将来好当老板嘛 这就有矛盾了 所以这个季孙氏就算定了 这国军将来 肯定要对付自己 那怎么办呢 未雨绸缪啊 你得做准备啊 他就想出一个主意 去打专鱼 专鱼是什么呢 专鱼是鲁国的附庸国 什么叫做附庸国呢 就是当时的制度是这样的 如果纵横五十里 所谓纵横五十里 就是指边长啊 不是五十平方啊 是指边长 长五十里 宽五十里 这么一块地方 这样一个规模的国家 是不能够独立做国家的 就是他不能直属天子 不能直属周天子 他必须附属于一个大国 这个专鱼呢 就是这么一个小国 它是附属于鲁国 是鲁国的附庸国 这个附庸国呢 它是站在国军一边的 将来国军要来收拾季孙氏的时候 专鱼可能会帮国军的忙 所以季孙氏就想一个办法 找个理由先把专鱼干掉 那个事情决定了以后 燃有 他是季孙氏的宰 对不对 还有子路也在季孙氏手下做事的 这两个学生就到孔子上去汇报这件事 那这个事情我们看的就是很好玩的 就是孔子虽然自己不做官 他的学生做了官以后 下了班以后要到孔子上汇报工作的 这个要讲清楚了 你不能说我的学生当了官以后 我就像国军什么大夫的汇报工作 不管老师那不行 下班会像老师汇报工作 这俩就来了 因为这个就是燃有是窄嘛 燃有牵头 子路跟着就过来了 老师啊 这个季孙大夫呢 恐怕对专鱼要有动作了 孔子说 求 这只燃有了 燃有的名字是求嘛 孔子是叫名的 求 我看这个是恐怕是你的不是吧 为什么要打专鱼啊 专鱼是设计之城啊 专鱼是保卫我们鲁国的 是吧 是我们鲁国的心腹啊 你为什么要打他 何以乏为 为什么要打他 老师 也不是我们要打 老板 他要打 我们俩都不赞成 孔子心里想 少忽悠我 孔子说 你们俩是干什么的 助理 对不对 你们老板都要出大事了 你们都不出来管一管 要你们俩干嘛 那又想这混不过去了 又说点实话 我说是老师 是这样 这个专鱼呢 离我们老板的封地 费 费 费 太近了 而专鱼呢 他现在力量又很强 现在不把他拿下 恐怕对我们老板的子孙 后代不利 孔子心想 你又忽悠 孔说 巧 一个君子最痛恨的 就是不说实话 明明是别有所图 你偏偏要找个借口 是最可耻的 你一讲你们老板有忧患 我告诉你 什么是你们老板的忧患吧 下面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 无恐 继孙之忧 不在专语 而在萧强之类里 什么叫做萧强呢 萧强就是 国军攻门后面的屏风 或者是小墙 就是我们中国的这个院子 他进了大门以后 他不能直通进去 他前面要挡一下 宫门口就有这么一挡风的墙 或者是屏风 叫萧强 他为什么叫萧强呢 是人曾进了这个地方 看到这个墙 树然起进 古代树和萧两次是同音的 所以叫萧强 意思就是说 你们老板的忧患就不在什么专于这个小国家 你们怕的是国君 我给你点穿了吧 你忽悠谁呀你 而且孔子说 治理一个国家 你们要搞清楚 国家真正的忧患是什么 忧患是什么呢 不幻广而幻不均 不幻平而幻不安 这句话很多学者认为有错误 就是寡和平这两个字 应该是不幻平而幻不均 不幻广而幻不安 平是什么呢 经济贫困 没有钱 寡是什么呢 人口稀少 也就是说 一个国家害怕的不是贫穷 不是经济贫困 而是分配不均 害怕的不是人口稀少 而是社会不安定 如果社会安定 人民和睦 分配合理 你怕什么 所以你们两个应该帮助寄孙士 做好这个工作 而不是去打什么专余 去管别人 你自己都治不好 你还管别人 那么这句话现在经常被人引用 而且很多人拿了引用来说什么 来主张平均主义 主张吃大锅饭 这里要解释一下 你这个大锅饭平均主义的这个解释 不符合孔子原意 孔子的不幻寡而幻不均的这个均 不是大家都一样 不是那个平均主义的均 因为孔子是主张等级制度的 均均成成 父父子子 那均和成怎么可能一样呢 父和子怎么可能一样呢 当然是均得大份 成得小份 这个父得大份 子得小份嘛 这才叫均 这是孔子的均 孔子的合理是指的这个合理 平均主义 平均主义 简差 楼子 感谢观看